上班前来杯咖啡 带上自备的环保杯 谢小姐每天随身包包里 还有不少环保小物 我平常每天会带的是吸管 再来是这个是食物袋 就买一些卤味之类的 可以用它来装 再来是折叠的杯子 每天都自备环保餐具 杯子减少一次性的塑胶垃圾 除了想为环保尽一份心力 最重要的已经深深感受到 气候暖化的严重性 环境恶化的速度越来越快 现在夏天越来越热 冬天越来越暖 气候变迁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 根据科学智库的调查 全球将近96%的人 是有感于气候变迁的问题 而其中呢 又以南太平洋的四面环海岛国 受气候变迁影响最为严重 而他们受到冲击 会高于全球的四到五倍 根据气候科学智库 气候中心报告指出 二零二一年九月到二零二二年十月之间 进行分析 一千零二十一座城市中 南太平洋的萨摩亚和帛琉两国 所受气候影响最为明显 另外奈及利亚的拉格斯 墨西哥市新加坡这些人为的高温数百万居民的健康风险也提高 在太平洋岛国还有非洲一带的这些国家 他可能因为发展的比较缓慢 那他对抗气候变迁带来的这个冲击 是比较没有去做好准备的 那尤其像是太平洋岛国的这个地方 他已经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了 有一些居民 他可能已经没有生存的地方 在台湾的话 其实西南沿海也已经受到这样子的威胁 台湾同样四面环海 海平面上升的威胁不能忽视 根据台湾永续能源基金会调查 有百分之八十点二的民众 相信气候变迁为紧急状态 另外有百分之六十三点六的民众 认为气候变迁对台湾已经造成冲击 只有百分之七点七的民众 认为二十年后才会有影响 气候变迁带来的危害 包含了极端的这个气候事件 那包含高温还有强降雨 那在台湾的城市 尤其是高温的议题 我们特别需要关注 像是台北 它是十年来六都升温最快的城市 尤其是它也是一个盆地非常的湿热 最新的数据显示 还是有很多的民众不知道 政府有这样子的目标 那其实地方政府在这边的角色 非常的重要 不止民众自己环保意识抬头 企业的节能减碳也成为全球趋势 台湾的科技产业 金融产业以及生活零售业 都积极布局ESG发展 从调查中也发现 企业发展绿色永续经营方针 能够创造出更大的网络声量 那企业第一个 它所使用电力 所用原料 所用的这个水油等等 要大幅的减少 那另外一方面 如果减少还是来不及的话 那它另外一个方式 就减少它资源的使用 或资源的循环 所以叫循环经济 那台湾在循环经济方面 这一段时间是做得非常的成功 二零五零年 净零碳牌目标要达标 需要从中央到地方 甚至个人共同努力 放眼气候暖化 已经危及全球 没有人是局外人 TVBS新闻 与新汉汉花专层流军台北 采访不到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